第321集 虽然没有令人激动的好似电影大片式的抢救场面 但对领导们来说 没有看到那火热的场景也不是什么坏事 至于普外来的医生是否背锅 领导们居高临下计看不到也想不到 看到了也当看不到 想到了也当想不到 一名四十许的普外资深主治性重重而来 主任和副主任级的医师 还不太好意思就这么跑来急诊科 事实上一般急诊科邀请的会诊 得到的都是住院医 偶尔才有没轮到手术的主治下来 这种已经到了可以凭副主任医师的年纪的资深主治 邓闲是不会来参加会诊的 这就好像大军出动 前面没有先锋 先锋前没有探马 探马前没有探子 孤群深入是很危险的 就像是现在 资深主治满怀着一盏一束全愿之 一鸣惊人全是之的希望 将赵乐意问的话又问了一遍之后 他的脸色就黄了 是那种绝望的烟黄色 先做个闭钞吧 普外的医生神情萎靡 他是常年掏屎的普外医生 然而 痴撑的原因是尚未变成屎的物质导致的 再要成型一点的话 就是普外的知识盲区了 但是他能说什么呢 资深主治 永远地忘了赵乐意一眼 开了吗 其实他更想问你呀 为什么要申请灰尘 赵乐意面带笑容 壁钞开了 还没来得及坐 那就坐吧 湖外的资深主治 叹口气让人拉移动 壁钞机过来 这时候田击的大助理 站了出来 好声好气地说 能不能请一位女医生来做呀 壁钞只是揭开 腹部衣服而已 湖外的医生眉毛挑了起来 转瞬又压了下去 我需要亲自看一下 壁钞的情况 才能做决定 请一位女医生来操作壁钞 你自己看结果 应该也可以吧 如果你不习惯 这样看壁钞的话 我们可以连线私人医生 请他们看过之后 告诉你结果 田击的助理 是个三十来岁的精看女性 表面来看 颇有些女强人的意思 气势咄咄逼人 两句话就压住了 浦外的医生 啊 成 我去给你们找女医生 浦外男也不想参与会诊了 多谢 田击礼貌地说了一句 多少弥补了一点 浦外男的郁满 我先给你轻疮 凌然不准被继续耗下去了 想要完成自己的工作 就回家去 田击立即心血地 捐出了自己的手指 鲜长细嫩的手指 骨节均匀 纸节分布均衡 只是左手的屎屎被开了条口子 还蹭掉了皮 凌然抓着她的指尖 轻轻地翻动 女助理担心地说道 你要缝好啊 可被留疤了 田击抬起头来 白姐 给林医生一点信心好不好 女助理嗷的一声 向后退了两步 转瞬溜走 去找云医的领导去了 不一会儿 霍从军雷主任等一票云医人 以及后来的本地领导 都过来参观 凌然不为所动 她是常年被围观的 心理素质早就锻炼出来了 至于小手指的缝合 对她来说 更是有太多种方法来缝了 田击望着凌然认真的侧脸 见她举止若定 不由满眼的欢喜 脑海中响起古人 对明示仪表的赞美 萧萧素素 爽朗轻举 龙张奉姿 天智自然 好了 缝好了 凌然检查了一下 习惯性地让出了包扎任务 转身就走 诶 赵医生 完成任务了 办公室里 周医生靠着门楣 一只手卷着白大褂 一只手抓着外套 随时准备套回白大褂 或者将之远远地丢回座位 赵乐义哼哼两声 看了都没骗 没事了 真是消化不好啊 周医生有微微的遗憾 看了看表 心道 估计是没什么大场面了 等于白加班了三十七分钟五十秒以上 我问了 据说在法国就吃了八只生蚝 后面的我就不说了 人家坐私人飞机专程去吃东西 吃的少了都对不起油 是不是 就是回来吃的 馅面 我有点不理解 那姑娘比划了一下 头大的一碗呢 还配鸡蛋配两个 要我说 那身材还能这么好 真是老天不公啊 赵乐义拍拍自己的肚子 都把自己给说馋了 哎 为啥回来要吃头大的一碗 馅面呢 周医生好奇之下 决定再多留一会儿 赵乐义当场拿出手机翻到病历 嗯 病人主宿 在外面待了一个月的时间 没想到国内的食物这么好吃了 馅面比生蚝好吃是吧 哪家的馅面呢 啊 河水到市场后期 卖馅面 大牌 煎鸡蛋和煎辣椒 赵乐义这次就不用看手机了 哦 开车过去二十分钟 周医生点点头 伸头看看走廊 没有看到货主任 一把就将白大褂甩掉了 在边走边掏出手机 哎 老胖 晚上要不要去吃馅面啊 哦 有个饭带的病人 吃的差点撑死 我寻思着问了位置 什么 哎呀 病人的性别 对我们医生来说都一样呢 哎 别别别 你误会我了 我没和他说话 我问的同事 赵乐义听了一耳朵 扑哧地笑了出来 老周推有意思了 哎 啥呀 每天按时回家的男人 你能信 就是 上次喊他喝个啤酒 他就开视频给老婆看 十米远拍到一个啤酒妹 愣是给解释了十分钟啊 哎 不不不不 打击面不要那么广啊 你开视频这么正的事 竟然拍到了啤酒妹 哎 这个态度问题好不好啊 赵乐义听的哈哈一笑 用骑士的眼神看看众人 再轻飘飘地打开手机微信 一边想着周一生 适才的电话一边摇头 并针字卓句地打字 老婆 我错了 咱们去吃生蚝 晚上你看我表现 好了 今天是大年初一 祝还在收听大衣凌然的 各位小伙伴们虎年吉祥 虎虎生发 披荆斩棘的路上 永不秃头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三百二十二集 刘官氏 田七单独住一个房间 玩着手机 越玩越不耐烦了 助理看到了就问 要不要告诉机长提前飞啊 应该可以不用等片子出来的 飞去哪里啊 田七看着手机 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你昨天不是说想回家吗 老爸老妈不是去澳大利亚 看牧场了吗 不急着吃 谭姐做的麻婆豆腐了 助理笑了笑 田七摇了摇头 举着手机 烦闷地说 唉 我急着找诗啊 早知道就读中文系了 找诗 为了和林医生聊天 助理看到凌然 在看田七的表情 都能猜到七七八八 要是在学校 田七对某个男生有好感的话 他一定要立即调查一番 说不定就报告给田七父母了 这一次 助理虽然还是让人做了调查 却不着急报告 因为报告中 是很难表现出凌然的外形优势的 同为女人 助理认为 帅到凌然这个程度 又是医生 其他方面只要不是太差 都应该列入考虑范围的 没必要现在就报告 造成负面影响 助理看着田七 用过来人的语气说道 哎呀 也不是一定要用诗 才能和林医生聊天吧 他今天应该蛮喜欢 我说的诗的吧 也有可能是喜欢 与你聊天呢 田七甜甜的一笑 脸又垮了下来 嘻 男友见面就被喜欢的 他这样的男生 不知道被多少小仙人聊过了 哎 你看他给我缝合之后 说错就错了 你跟前站着的都是他领导 他能说什么 对啊 田七绿绿安心了几秒钟 转瞬又问 哎 白姐 你调查到什么资料了吗 哪有那么快啊 现在知道的是 他在云华大学读医学院 目前在云华医院是实习状态 但是做手术比较有天赋 在几个媒体上出现过 我到时候发连接给你 哦 另外 他家有一所小诊所 叫下沟诊所 就在下沟这个地方 只有几百平方米的面积 两层楼 下面经营上面住人 没有其他房产 田七眨眨眼 就是说要和婆婆住一起吗 婆婆性格怎么样啊 还没有调查到呢 再说了 你不想和婆婆住 就单独买房子好了 我印象里 你家在云华 有好几个宅子的 哎呀 现在想这些是什么鬼啊 你离家人还早呢 田七乖乖地嗷了一声 其他方面 林家的银行存款加起来 有几十万吧 林然大概有个 十几万的存款 最近每个月的收入 在五万块钱左右 另外 林然开了一辆二手的解答车 助理尽可能详尽地描述 刚刚得来的少量资料 田七听得点头 又说道 实习生一个月能赚五万块 很多吧 嗯 比再值得高级医生的收入 还要多 哇 林医生好厉害 田七果断地赞了一句 助理呵呵地笑两声 顺手摸摸自己的口袋 哎 林医生平时有什么爱好吧 嗯 最快要到明天才能有报告 嗯 那我想想啊 田七说完 又开始刷手机了 半个小时后 田七放下了手机 问道 哎 白姐 林医生的车如果坏了 她就只能用打车软件 或者是打出租车 是吧 也可以坐公交 不过 差不多吧 助理点点头 哦 天七陷入了长长的思考 白姐也低头忙碌起来 并在手机微信中 做出了提醒 田七小姐 正在长考 凌晨四点 吃过牛奶燕麦 配热馒头加槽肉的早点之后 凌然身心愉悦地进入临时车库 坐进自己的小结打理 点火 启动 失败 点火 失败 失败 凌然无奈地锁上 车门快步走出巷子 再看着空无一人的马路 打开了打车软件 出租车是拦不到的 出租车不仅少 还会挑单 这个时间点 没几个司机喜欢去附近的云华医院 凌然低着头下单 刚点了确定 就见软件画面一转 显示等待接驾 下方写着刘师傅 黑色 劳斯莱斯幻影 没几秒钟 一辆黑色的体型厚重的轿车 就停在了凌然身边 车门自动打开 前门向前 后门向后 展现出中间的巨大空间 和橙色内饰 啊 林医生 好巧啊 我正想开一档快车 就回去休息了 驾驶座上 天气积极挥手 然后困倦地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 凌然略作思考 还是决定上车 这个时间点 打车是很难的 而在医院里 还有一位三只犁断 且包括大拇指的患者 在等着他呢 天气看到凌然上车 赶紧正轻微坐 再将车门关上 问他 林医生 咱们是去云医吗 是 车内温度可以吗 可以 要不要看星空啊 天气说着找了一圈 就见劳斯莱斯幻影的顶棚 展示出特有的星空图 凌然向后靠了一下 舒舒服服地稳在了座椅上 林医生每天都这么早上班吗 天气踩动油门略带一丝紧张地开动了车 不一定 凌然大大方方地翘起脚 再好奇地摸摸座椅和右侧车门的皮质 要凌晨上班的时候肯定好辛苦吧 天气心疼地看看后视镜里的好奇男神 没有觉得 你不是也要凌晨出来跑车吗 天气愣了一下 赶紧点头 是啊是啊 我也想自力更生 自己赚钱 不能总依靠家里吗 麻烦开慢一点 要超速了 凌然提醒了一句 天气嗷的一声轻点刹车 就让凌然一个前轻 还好稳住了 天气连忙稳住速度说道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今天这单可以赚十几块 但凌医生你昨天刚刚帮我做了缝盒 不如中午一起吃饭吃掉它吧 你有扣出油费吗 解答的主人 问劳斯莱斯换影的主人 我可以用加油卡加油 不用额外花钱 天气握紧励志的小拳头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三百二十三集 林医生 每天都会打车吗 天气有些心虚地开着车 借机套着进户 天气此时有些后悔 去年的时候 就应该找一名情感教师 学习一下 怎么撩汗的 凌然舒服地 靠在劳斯莱斯的座椅上 一边摸着软皮子 一边说道 哦 平时开车上班 今天车打不着火了 找到原因了吗 天气更心虚了 我不懂修车 林医生不懂车的吗 天气大松了一口气 转瞬又懊恼起来 怎么能说男人不懂车呢 网上看来的条例都忘记了吗 凌然不以为意 我以前觉得 修车没有修人有趣 天气欧的拉长音 再想到医生修人的方式 不由抖了两下 哦 林医生真有个性啊 个人兴趣 哎 对了 林医生现在上班 什么时候下班呢 顺利的话 三四个小时吧 凌然算的是 手术前后的全部时间 他是不需要在医院做班的 小医生最累的 是做杂活 例如无穷无尽的病例 永远都有问题的病人和家属 不断出现的医嘱和用药的变化 无穷无尽的检查和汇报 再加上论文压力 和值班的劳累 能够累死大量的住院医 而当一名医生的主要工作 变成了手术的时候 他的日常时间就被释放了 尤其是在手术量不大的情况下 主治到副主任一级的医生 是相对轻松的 田基却是看着倒车镜里的凌然 心生怜悯 竟然要工作这么久 早上只有一台手术 所以三四个小时就能结束 还会更久 当然 两台手术大约六七个小时 遇到意外就更久了 林医生 你太辛苦了 田基的眼里几乎都含着泪水了 凌然看了看田基 见他似乎是认真的 于是特意地说道 每天工作六七个小时 其实是比较轻松的 正常工作都是八小时工作制 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的 才能撑得上辛苦 田基的眼泪都被震慑了 现在不是都推行弹性工作制吗 像是谷歌好像就有说 工作做完了就不用来上班了 雅虎以前还有居家工作是吗 弹性的话做得慢了 是不是就要做得更久了 说得少 不过我看家里亲戚 工作时间都不太长的样子 他们应该都是提前完成了工作吧 凌然不知可否地点点头 我以后也要做出成绩了 云一快到了 田基说着抬头看 云华医院的招牌 已经是目视可见了 凌晨四点钟的医院 白的瘆人 田基不由降低了车速 拿出了早已想好的理由 林医生 我下午钱都不用车 不如你先拿去开 晚上六点前后还给我就好 晚上六七点钟 是云华人的饭点 这个时间还车免不了 要请一顿饭的 田基原本想要放在七点钟的 没有那么明星 后来想一想 像是林医生这么受欢迎的男生 万一到了六点钟 就把人摇走了呢 于是田基干脆就将时间 放在了下午六点 凌然愣了一下 摇了摇头 白天好打车的 不用你留车了 计划被打乱 田基也不是太紧张 立即拿出第二套方案 就算好打车 总要等很长时间的吧 不如这样 你将我微信 到时候提前发信息给我 我有空的话 就过来接你好了 凌然略显犹豫 你可以通过微信 给我发红包啊 我就当是跑 跑黑车了 这样不用被抽成 说不定啊 还能多赚一点呢 田基绞尽脑汁 劝说凌然 凌然笑了 你这样跑 是不可能赚到钱的 没关系啊 收获经验也是收获啊 田基笑得很实在 她确实是这么想的 话说到这儿 凌然也只好答应下来 并且主动扫了 田基的微信 田基连连点头 手把着方向盘 得意地看着后视镜 我们就按照 这次的计费来交易 嗯 我提前结束好了 刚好十五元 田基将车 开到了医院门前 再手忙脚乱地 开了车门 看着凌然下车 自己缓缓地开走 浑身的紧张 松弛下来 不由地看着前方 傻乐起来 凌然到了手术室 倍感珍惜地 将三指离断的手术 给做了 马彦林跟着当一柱 于原当二柱 却是累得够呛 手术就是这样 主刀固然承担着 最大的责任 做着最多的操作和判断 但跑断腿和泪瞎眼的 往往就是一柱和二柱 做得不够熟练的主刀 会很辛苦 但要是做得纯熟了 也就非常轻松了 于原类的抹汗 却是直呼痛快 从来没想过 唯有连做三指再直的机会 比普爱好玩 马彦林熟悉了于原 对他的爱好 也是深感佩服 于原淡定的一笑 断指再直是缝的血管 普爱是缝的肠子 形状都是一样的 差得远嘛 至少里面留的东西不一样啊 你怎么知道 你又没有带过普爱 于原一击秒杀了马彦林 手术室里被攻击不懂还是很受伤的 麻醉医生苏家福天天听外科医生骂人和吵架 很善于抓住时机 该送病人出去了 你们谁去通知家属啊 他 马彦林和于原互相指向对方 他们知道凌然是不喜欢接触家属的 所以这种杂活只能推给另一头倒霉鬼了 凌然也不管 只是伸了个懒腰看看表 时针指向八点烧过 比御界的时间略长了一些 也是大拇指带来的难度浪费了时间 但凌然甘之如頤 林医生再坐会儿 外面还没有里面舒服呢 苏家福将脚下的圆凳推出来一只 放在凌然腿边 自从凌然从护士回来以后 就主动减少了做手术的频率 苏家福见到她的时间也少 事实上 由于排班的关系 这是苏家福最近第三次见凌然 莫名地觉得很珍惜 凌然点头坐下 最后时刻的缝线是站着坐的 她也是略略有些累了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 第三百二十四集 苏家福的笑容变了变 进而掩饰的 啊 林医生 你最近都没有熬夜做手术了 我以前也不熬夜啊 凌然奇怪地看苏家福一眼 嘿呀 我说错了 是凌晨起来做手术 苏家福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凌然叹了口气 床也不足 再一天做六七个的话 以后就没有用的了 哦 这倒是个问题 我说最近都见不到你呢 对了 我一会儿下班 准备约几个人去吃烧烤 林医生一起吧 苏家福看着凌然 心底下有点紧张 凌然可是云医的风云人物来着 如果将她拉入自己的小圈子 哪怕就是一起吃吃喝喝几次 也能大大提高苏家福的号召力 而对麻醉医生来说 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无非是下班以后吃吃喝喝罢了 凌然犹豫了一下 嗯 是去少家馆子吗 哦 少家馆子也好 不过少老板白天不一定在 也没有小龙虾只能吃烧烤 苏家福对云医周围的食物 还是很熟悉的 哦 好吧 也好久没见少老板了 不知道他上次出院以后 恢复得怎么样 凌然说着起身 手往兜里一放 就想起自己瘫痪的小结答了 不由得问 哦 有几个人几辆车 嗯 不到十人 我没开车来 苏家福带着麻醉医生的迷的 哎 我坐你的车好了 小马 于婉 你们去吗 马燕林一脸的绝望 我要写病例查房看药 于婉使劲地点头 我要去喝酒 小马给家属说话 哎 那好 我们三个人坐一辆车 关上 苏家福默默地诋毁了一下 凌然的小结答 我叫一辆车 结答罢工了 凌然说着掏出手机 先给田七发了一条信息 我暂时不回家 同事聚餐 今天不用车了 而田七立即回答 好的 于是 凌然与众人 一起换衣服下楼 到了医院门口 再用软件设定了地址 点了轿车的按钮 三秒钟后 软件转到了 等待接驾的画面 并显示车辆信息 王师傅 蓝色 宾利 木上 清晨 医院门口最是繁忙 不过 当带着源头灯的宾利使劲的时候 保安还是奋力地 为他开辟了一块空间 宾利缓缓地 停在了门前的暂停区 周围人自然而然地 掏出手机拍了起来 湛蓝色的宾利幕上 沉稳庄重 浑身流淌着人民币的光辉 令人不由自处地浮想连篇 还有人借机将宾利 云华医院的牌子合影 并在朋友圈发文 落地七百万的豪车 就能让你与家人 远离病魔的侵蚀吗 做不到的 看看有钱人是怎么做的吧 某某保险豪华险 为你保驾护航 苏家福也被五米多长的 宾利的前影给震慑了 嘖嘖又声道 这车坐着得多舒服 屁股底下得有个人 给你按摩吧 我手机里打到的 应该就是这辆了 凌然将手机界面展示了一下 车型赫然就是宾利幕上 三个人于是向宾利走去 苏家福不能置信地摇头 我 我是被打药了吗 现在打车软件 都可以打到宾利了 什么类型的 我打的是快车 凌然又看了一眼手机 预估二十二块 苏家福上上下下 打量了一番凌然 说道 你有魔法的吗 我怎么从来没打过宾利啊 说话去 田戒看到了走出医院的凌然 立即下车 学着家里司机的模样 给把车门打开了 宾利的车门是正常的四门车的样子 少了点噱头 望着越来越近的凌然 田戒的脸上又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在空中使劲挥起手来 凌然稍有些诧异 又遇到了 我就在医院附近嘛 田戒接着看到 有意落后两步的苏家福和余员问道 你们一起吗 我们去邵老板的店去吃烧烤 这么早吃烧烤 熬了一晚上了 不吃点烧烤对不起自己啊 苏家福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那林医生坐前面 田戒眼前一亮 凌然说了句好就上车了 苏家福有些迟疑指指凌然 在问田戒 你们认识的 我的手指就是跟医生缝的呀 田戒举起左手 就见食指依旧包着白色的绷带 上面贴了只唐老鸭 苏家福仔细辨认了一下 猛然想起来 哦 你是昨天坐直升飞机来急诊的那个 对啊 啊 贴纸不错 苏家福只能选着认识的赞扬一句 能坐直升飞机的人 开一辆宾历 似乎就不是那么奇怪的事了 转念一想 这么有钱的人又是女孩子 为什么要自己开一辆宾历 还是又大又长的沐上呢 谢谢 田戒等三人上车 再分别关上车门 飞快地绕一圈上司机位 声色而小心地启动了车 那我按照导航走了 田戒稍微有点紧张地说了一句 如果不按照导航的话 她可不认识路 哦 好 灵然回答了一句 摩索着宾历的皮革 再问 哎 你早上开的不是劳斯莱斯吗 灵然对田戒早晨开的劳斯莱斯幻影 颇有印象 007金手指里的反派用的就是劳斯莱斯幻影 田戒紧张地握着方向盘问 你更喜欢劳斯莱斯吗 哦 还没有积累到判断喜欢与否的程度呢 林医生是怎么判断喜欢还是不喜欢什么的 对灵然来说这是一个好问题 她用手轻轻拍着腿 嗯 一般都能直接做出判断 如果不能的话 或许可以做测试 我还没有仔细研究过 但应该有人研究过这个课题吧 天气默默地记在心里 准备回去去找人请教一下这个课题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 第三百二十五集 宾丽在主街行驶 车内安静地像是无人唱歌的KTV包厢似的 苏家福渐渐地兴奋起来 掏出手机开始用自拍证明现场 于员更细心一些 听着两人的对话奇怪地说 早上开的劳斯莱斯是什么梗 田七看看凌然 连忙说道 啊 我就是想尝试一下勤工俭学 所以就开家里的车出来再课 早上开的劳斯莱斯去加油了 我就换了兵力 非常顺畅的逻辑 非常自洽的内容 于员被逗得笑出了声 你们有钱人真有意思 和有钱没关系的 劳动就是劳动 我爷爷经常说 我们年轻人 在学校里就要参加各种活动 付出劳动而有所得 就是我们的收获 至于付出的成本 是家庭的教育开支 于员听得呆了一下 就是说 你开快车赚了二十五块 是你的劳动报酬 宾利和邮费 是你家的教育支出 对啊 每个劳动者 进入社会的时候 不都是这样吗 你们医生的薪水 难道能体现 你们的教育支出吗 田七开着车 回答得很流利 于员被说得憋了几秒钟 才说道 你爷爷真溜 嗯 所以你手指的贴纸上的 唐老鸭有什么故事 田七被问蒙了 没跟上他的思路 于是傻乎乎地说 因为是皮革贴纸 我猜可能会透气一点 呃 用的不对吗 他是从医疗角度 来考虑问题的 于员听着皮革贴纸 就笑了笑 默默地打开手机 搜索百度 宾丽 缓缓地停在 邵家馆子门前 正在打草卫生的伙计 看见愣了愣 再看见面熟的 凌然苏家福等人下车 不由嘖嘖有声 哟 哎 还是你们医生福利好啊 这是借的 还是买的车呀 哼 正常人哪儿买得起 这样的车呀 苏家福说了一句 赶紧对后下车来的田七说 没别的意思啊 我意思是普通人 没关系啊 这个本来就是家里的车 田七竖着手 并没有要开车离开的意思 苏家福虽然二十个小时没睡觉 智商的底线总是有的 此时就笑着说道 田七是吧 要不一起吃点烧烤啊 好啊 早上烧烤 是因为这家店特别有名吗 田七对此颇有些好奇 苏家福一笑 有名好像也有名 早上来他家呀 主要是就他家开业嘛 要不然九点钟难道去吃早饭啊 对于熬了一夜的医生来说 早饭党和晚饭党 各有各的理由 苏家福是烧烤党 正好出来迎接的上老板 却是面色一正 将主在地上的拐杖使劲的剁了剁 开玩笑的语气 呀 苏医生啊 我这个店没你说的那么差劲吧 敢请我一大早的开业 还开出毛病了 哎 哪能啊 我们是恨你不能二十四小时开业啊 嘿嘿嘿 哎 不对啊 少老板 你这个腿不像是在我们云医做的呀 少老板顿时气短 咳嗽两声 咳嗽 我 我之前不是去搜小龙虾吗 在祠堂边给摔了 啊 摔的那叫一个喊 当场就给送到医院去了 人家给弄了弄 说我体虚 让我组个拐杖别再摔了 哦 哎 是啊 哦 就是说 两人打着疾风进到店里 少老板亲自出手 用新鲜的红柳当场穿肉 引起一片叫好声 不长时间 到的人渐渐多了 有麻醉科的医生 有骨科的医生 也有谱外科和胸外科的医生 算上田七苏家福 刚好凑了十个人 围成一圈 得意洋洋 少老板看着店内热闹 也是一阵高兴 煮着拐杖又去切了肉 哎 红柳烤揍 一般人讲三个东西 第一是肉 第二是红柳 第三是炭 咱们今天在店里吃啊 和在外面烧烤丘不一样 咱们还得讲火候 肉的块头不一样 火候就得不一样 我给你们展示一下 我新研究的啊 少老板手一伸 就见一串大块头的肉 颤颤巍巍地被禁锢在了细细的红柳之上 一串半斤 每块肉一两 嘴脏大了 也是一口一个 但是啊 咱们这个肉扰进去 肉资可就多了 少老板展示好了 直接将大串肉烤到了火上 这个要多一阵时间哦 新来的医生也纷纷拍照 并将照片和宾利一起 放入朋友圈 田七被此气氛感染 眉看眼笑地对坐在旁边的凌然说道 你们找的店好有意思 哦 所以医生们都喜欢来 我好像听到外面咚的一声 其他人也听到了 苏家福自然而然地说道 摔倒的是骨科的 晕倒的是脑科的 缓缓坐倒是心脏科的 急诊要不要去看呢 众人表示赞同 于是一名骨科医生 一名神经内科医生 一名胸外科医生 加上余缘四个人 起身出了门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三百二十六集 不一会儿 神经内科的医生 和胸外科的医生 都回来了 苏家福就撇撇嘴 真是摔倒的 嗨 一个女的自拍腿 这麻辣摔车边上了 他俩给看看 最多就是个骨猎 胸外的医生 抓起一根小串羊肉 一撸嘴就给吃了 百威 苏家福给拿了啤酒 啊 行 胸外医生拿过来 罩杯子里 倒了一半 剩下一半 分给神经内科的医生了 医生们都习以为常了 做外科医生的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有两百天不能喝酒 一百五十天 最好别喝酒 一年年下来 年纪大了 身体糟了 酒量更浅了 医生之间 如今也没有了 劝酒的习惯 早些年 医药代表畅行天下的时候 医生们的日子 还是较为舒服的 尤其是资深主治以上 往往被伺候得极为舒逃 现如今 医药代表的业务能力 似乎是变弱了 年轻医生们的志趣 也渐渐地发生了变化 许多前辈们喜闻乐见的 娱乐活动 并不受新一代的 医生们的欢迎 就像是喝酒倒 势力已是越来越弱了 少见尚老板 将炉子上的肉 关照了一番 煮着拐杖 咚咚地出门了 再回来的时候 尚老板手里的拐杖 已是不见了 哼 拐杖都给人家了 苏家福惊讶地 一口露了两串小羊肉 啊 脚走了 给人家带布吧 喂 去把我楼上的那根拐杖 再拿一把下来 这下子不只是苏家福 众人都奇怪地看向少老板 好家伙 您拐杖都准备了两把啊 两把哪够啊 这边人流量太大了 天天都有人出事的 这些东西啊 就和雨伞一样 有备无患 你看看 今天就用上了 哎呀 我当时买拐杖的时候 就算计着 一把拐杖三十五块 一打拐杖是一百五十块 你说我买一把 还是一打呀 苏家福整个人都不好了 大声喊道 当然是买一把呀 谁会因为拐杖多买多送就买一打啊 你当你是舍太君呢 舍太君为什么要买一打 于援追求真理的心永不停歇 苏家福瞅了他一眼 舍太君会用拐杖打人呢 舍太君家不缺钱吧 为什么不买根质量好的拐杖 因为拐杖打断了 视觉效果好 那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第一次打的时候 没有打断拐杖 但是拐杖已经快要断了 这样舍太君并不知道 这样他自己用的时候 拐杖的强度 刚好到极限了 于是咔嚓一声 舍太君就摔倒了 舍太君有个段子 是83岁初生吧 年纪这么大的老太太 摔一跤很危险的 骨盆骨折就麻烦了 以古代的医疗条件 是治不好的 硬骨骨折也好不到哪里去 当年不知道会不会用甲板 但是年纪那么大的老太太 恢复能力太弱了 邵老板的恢复能力还好 于是众人一起看向邵老板 邵老板叹了口气 你们做医生的啊 是不当家不自财米贵啊 一百五十块一打拐杖 为什么不买啊 一打这东西本来就是消耗品的 我都送出去五根了 现在已经在考虑 要不要再买一打存起来 最近要是再不下雨的话 我拐杖送的就比雨伞多了 谁会把拐杖拿礼物啊 众人纷纷摇头 田七听得眉飞色舞 对凌然说道 你们医生聊天真有意思 我回去以后要给家里人建议 我们的酒店门口 以后不光要准备雨伞 还要准备拐杖 苏家福听得又看田七一眼 邵老板将红柳烤肉给端了过来 半斤一串的烤肉 每块肉都有核桃大小 外表已是焦黄色 因为红柳的承重力有限 拿起来都有些颤抖 邵老板自己抓起一只 一口撸掉一块 一边用牙使劲嚼着 一边露出满足的笑 咽下去之后 才对狂流口水的众人说 舌尖上的中国剥了以后 红柳价格都涨了 你们能信 我告诉你们 自己买红柳回家烤肉的 一多半都是浪费 红柳烤肉讲究的是大块肉 正好和我以前做的 小串羊肉相反 嗯 讲究 众医纷纷翘起大拇指 肉在人家手里 人家想怎么说都得捧着 邵老板满足了演讲欲 再放下盘子 哈哈 你们分着吃啊 别一口气吃饱了 另外啊 正好有女司在 咱们吃肉要大口嚼着吃的 不要看着肉快大 就撕开了细嚼慢咽 那可没意思的 鱼园和田七一起点点头 都用筷子弄了一块肉下来 放入口中 怎么样 好吃吧 小块肉吃的是鲜嫩 所以肉要小火要大 刷刷地翻几下 调料撒上了就上桌 大块肉更好相反啊 吃的是它的肉汁 所以外表抗色硬 里面是软的 你们要说外酥里嫩也可以啊 总而言之啊 烤得好不好 就看一口咬下去 肉汁多不多 所以肉要大 火要小 用炭火慢慢地烤 调料都不用什么 就放点盐啊 胡椒啊就能吃 口中的加一点自然 不一定要啊 田七吃得满眼放光 一块吃完 就可怜兮兮地望向凌然 林医生 咱俩何吃一个吧 半斤一串的红柳烤肉 要是每人一串的话 今天的聚餐就到此为止了 凌然也担心吃得太腻了 就将剩下的三块烤串 放到了田七的盘中 剩下的给你 嗯 太多了 我再要一块 剩下两块给你 田七用筷子夹做最前方的肉块 想要拔下来 或许因为有些冷却的原因 拔了几次都没成功 田七干脆丢下筷子 用手将肉给撸了下来 再将带着最后两块肉的红柳串 还给了凌然 田七喝了一口啤酒 再吃大块的羊肉 浑身都透着舒爽 苏家福对着旁边的余员说 感觉像看电影一样 什么 附加千斤吃烧烤啊 像不像电影里的情节啊 哦 你想什么呢 身为麻醉医生 苏家福经常被外科医生无视 到了自己的竹肠烤肉摊 他就受不了这种了 余员神情郑重地说 我在想刚刚的事 摔倒的那个女的 物产郎 没有 他就是崴了脚 我在想拐杖 蛇太君用的是龙头拐杖吧 上打昏君下打奸臣那种 对吧 他怎么可能把那种拐杖给打断呢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 少老板 来五桶牛肚 余员剩下的话说不出来 憋得像是要便秘似的 左看看右看看 在对一口啤酒一口肉的田七说道 你不是要开车赚钱吗 喝了酒就不能开车了 啊 田七拿着啤酒的手 将住了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 第三百二十七集 酒足饭饱 值了一夜班的医生们 纷纷坐车回家 有开车来的医生喝了酒 就打电话叫了代驾 田七也打了电话 一会儿 就见一辆奔驰S级的轿车 停在了宾丽后方 且有两名身着西装的中年人出来 我们分两辆车坐吧 宾丽只能坐四个人 我们加上司机就有五个人了 田七眼睛闪着光 肚子里装着肉 悄悄地去拉凌然的胳膊 来 咱们先上车 我让司机把他们送到家 于言和苏家福自无不可 看了凌然一眼 扭头就上了奔驰 似乎一点都不担心 她的安危的样子 田七笑眯眯地打开宾丽后门 将凌然塞进去 自己再跑上另一遍 砰了一声 车门关上 安静得像是另一个实践似的 去医院吧 凌然重新选了位置 那就去医院 你不要回家休息一下吗 家里没什么病人 而且没车用 不如回医院 凌然在椅背上蹭了蹭 像是找到了一个好坐的位置 呼吸就开始变得均匀起来 四个小时的显微手术 耗费了凌然大量的精力 再吃了那么多肉 又喝了酒 自是令人困倦 田七愣愣地看着凌然 真真是没料到 她是如此地适应环境 宾利的座位自然是舒服的 可是上车就睡觉 还是有些令人意外 王叔 温度调高一点吧 去医院 开慢一点 田七能怎样呢 她看着凌然的侧脸 安静地坐了一会儿 也是两眼发沉 湛蓝的宾利 缓缓地停入了 医院的地下停车库 地下停车库 原本是给医院职工使用的 司机亮了证件 门位也就勉强给通行了 把七百万的车 挡在停车场外 被都市墙上顺手打了脸的 概率太高 车停稳后 田七也没有叫醒凌然 自己也在车内假眉 司机调好空调 也不关发动机 就坐在车内 默默地玩手机 约没一个钟头 只消化了部分肉泪的凌然 才猛地睁开眼睛 此刻 她的手机叫了起来 田七听着 大王叫我来寻山的歌声 不由地想笑 却只是装作很淑女的样子 凌然向田七点点头 接起电话 霍主任 啊 在做什么呢 没事就来医院吧 霍从军的声音里 听不出情绪来 哦 好 发生什么事了 凌然现在等于是默认的二线医生 如果不是发生了较大的事件 她在休息期间是不会被拉回医院的 这种思路可以类比机场保卫战 具有较高战斗力的飞行员们的休息需要保证 不能天上有点动静就全体集合 那样的结果是削弱了机场的战斗力 相应的 地勤和机场的高炮部队等地面保卫人员 即使出动的频繁一点 辛苦一点 也不会影响到机场的整体战斗力 在医院里 住院医等一线医生就相当于地面保卫人员 他们的存在不仅必要 而且数量要多 但他们的休息时间和工作权益的保障是最少的 到了二线 他们的日常就要轻松多了 至少能有较稳定的休息时间 只是所要承担的责任有所增加 当然 责任最重的永远是科室主任 霍从军今天也不知道打了几个电话 声音稍稍降低了一些 公共安全事件可能是重大事件 用得到你 哦 好的 十分钟 凌然回答得非常痛快 她现在已经搞清楚自己在哪了 挂上电话 田基带着疑问看向凌然 但并不直接问 嗯 可是叫我回去 今天多谢了 凌然摸了摸身上 并没有携带酸奶 也就不多说什么 我可以一起去看看吗 田基早就想好了借口 呃 我还不知道具体情况 没关系 我跟你一起上去 你不用管我的 就当我去你们科室换药了 田基伸出左手的食指晃悠了一下 唐老鸭的贴纸蛮明显的 让包扎的伤口没那么特别了 凌然也没理由拒绝田基去换药 就不再多说 带着她走直通电梯 再进急诊楼 急诊科内 医生们再次聚集起来 田基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医生们 且不在意众人对自己的注视 她从小就受众人瞩目 既然不是个人所能改变的 就只能坦然接受 凌然找到了周医生问 这次是怎么了 周医生看到了田基 再看凌然就笑了 怕了 担心再来一个直升级两妞 让你分神乏术 凌然默默地看着周医生 对她的调侃不做任何回应 周医生果然觉得无聊了 撇了撇嘴 听说呀 是劫车案出现了伤亡 是离挺重视的 救护车马上就到 要等医护人员到了地方 才能知道具体情况 不过 就目前送过来的消息 至少是一死四伤了 凌然就知道 周医生提供的信息充沛 周医生日常闲逛 就能听到不少的消息 不像是其他医生 钻进手术室 就像是被关进了小绿屋 老婆发个小视频过来 都不一定有时间看 轮换抢救室和处置室的 也不轻松 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忙 直升机呢 事发地有先医院的救护车 可以先救护 直升机飞过去还得一阵子呢 患者出血很严重 霍州人估计要你出手的 有攻险 再止血 也就是减少出血 对大出血的患者来说 救命还得要输血 不过 现在的血液供应很困难 如果四名伤者中 有两名同血型的重伤员 以原医的体量都不一定能提供足量的血液制品 周医生只是点点头 据说是很恶性的案件 劫匪抢了一辆坐满学生的巴士 上级很重视 凌然了然 田七在旁边听着 忍不住问 拦路抢劫吗 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具体情况不知道啊 周医生回了一句 再看看田七新换的一身巴宝丽 哎呀 现在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凶险了吧 我知道啊 家里半年就会安排一次防绑架训练的 通不顾不能一个人出门的 田七很实在地回答 周医生目瞪口呆 不长时间 更多的消息传了过来 霍丛军亲自拿着案情通报 就目前我们所知 受重伤的有一名警察 三名劫匪 死者是劫匪 另外 有两名老师和至少七名学生受了轻伤 另有多名学生受到擦伤等轻微伤 霍丛军说到这儿 语气郑重又简练地说 受伤的警察是缉毒一线的干警 刚请了探亲假准备回家 并计划结婚 遇到劫车事件后 以医敌刺最终成功解救了人质 非常勇敢 上级要求我们云医尽最大的努力 尽一切可能 挽救受伤警察的生命 另外 三名受伤的劫匪 已经送往了陆军总院 所以接下来我会重新安排分组 听着霍丛军的命令 急诊科的医生们各自准备起来 急诊中心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 会减少送往云医的病人 对于庞大的云医急诊科来说 他们能够因此腾出大量的人手 凌然照例被霍丛军带在身边 田七则悄然离开了诊疗区 坐在角落的椅子上 一边玩手机 一边关注着医生们的动向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 第三百二十八集 江丽 江丽 几个人边喊边从诊室外冲了进来 一名男护士主动上前 将人给拦了下来 我们是江丽的家属 江丽 警察 我们是警察家属 受伤的警察 贝兰在门外的几个人慌忙地解释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声音里带着紧张和不安 正在准备检查工作的霍丛军 在里面听到了 喊上凌然 你跟我出去看看 他最担心的就是 凌然不会处理医患关系 尤其是不懂得与病人家属的交流 因此 霍丛军之前就专门带着凌然 去见病人家属 给凌然做家属谈话的普及 这次的情况 显然要更复杂一些 凌然没什么要做的事 嗷的一声就跟上了 她的任务原本就是 堵血管罢了 如今人都没到 自然也没有血管好堵 出了门 霍丛军首先对药 冲入诊疗室的几个人说 江丽不在里面 刚有些平静的家属 顿时不愿意了 怎么会不在 说是送到云医的 医生 你不要骗我们 霍丛军声音不大 也不管他们听得到听不到 江丽还在路上 我是云医急诊课的主任 霍丛军 我们正在做抢救前的准备 时间紧迫 你们有什么问题 家属们为了听到 霍丛军的话 不由降低了声量 我们能不能进去一起等啊 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的 你们会干扰到震颤工作 这样你们可以出两个人 自己选吧 如果是普通的急救任务 他是不会如此轻易地松口的 尤其是抢救室 肯定是不允许家属进入的 但是今天的抢救 必然是非封闭的 到时候记者说不定都会进来 没道理将家属给拦在外面 家属们稍稍有些冷静下来 匆匆地做出决定 由病人的母亲和未婚妻入内 霍丛军领着两人往里走 您贵姓 哦 免贵姓陈 陈芳 陈女士 霍丛军说着 目光在看向病人的未婚妻 未婚妻有些微胖 是个圆脸的姑娘 此时大大方方地说道 我叫王仪 在四中工作 王老师 霍丛军点点头 将两人带入 但不让他们再往里走 只说道 我们现在还处于准备状态下 一旦将力送到 我们就会尽可能快和准确地展开治疗 你们不要太着急 另外 你们要尽可能地保持安静 不要让我们把精力用在你们身上 我们明白 治疗开始的第一个小时 我们称之为黄金时刻 这个小时内 医生做出的决定是至关重要的 允许你们进来不代表说 你们可以干扰治疗 如果你们这样做了 我们会立即请你们出去 你们明白吗 明白了 她的准儿媳 王仪也轻轻点头 霍丛军这才回转 继续分配任务 凌然跟着她略作沉思 听出什么来了吗 很强硬 实话实说是需要的 在需要的时候 强硬不是坏事 将力是上级领导点名 要我们全力救治的对象 不惜一切代价 等于说 治疗药物也不受限制 不仅不受医保名录的限制 还不受进口来源的限制 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的救治会相对容易一些 但如果不对家属强硬的话 他们一旦提出奇怪的要求 我们就会很被动 先救命再治病 先救命再治病 是霍丛军最常说的一句话 弄不好是要成为他的木制名的 然而 这句话真的思考起来 可没有那么简单 就像是霍丛军所言的黄金时刻 指的是治疗开始的第一个小时 医护人员们做出的决定 是会延续到以后的 准确地说 就是会影响病人的预期寿命 也意味着黄金时刻的决定 可能是贯穿病人的生命周期 例如是否截肢 是否进行侵入性的治疗 是否要做器官移植 是否要开炉等等问题 会始终困扰医生和病人 医生的决定造成的影响越大 就越容易产生纠纷 比如一名截肢病人 可能用好几年 甚至好几十年的时间思考 我当时如果不截肢的话 会不会更好 每个家庭都希望得到最好的结果 江丽的家人也不例外 在备受瞩目的情况下 江丽的家人如果希望 用尽可能副作用小的药 要求不进行侵入式治疗 那怎么办 霍丛君没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许多人还没治好病 首先考虑起了药物和手术的副作用来 医生束手束脚 难免疏漏 此时尚处于准备阶段 对于霍丛君来说 这也是准备工作的一部分 陈芳和王仪坐到了另一边的角落里 小声沟通 在用手机与家人交流 不长时间 又有几名记者 在医政科的干部的引导下 进入治疗室 同样是架起了器械 默默不语 事故发生的地点距离云华有200公里 就是直升机往返都得一个小时 室内的单位得到消息再赶过来 反而更快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就在许多人都等得耐不住的时间 霍丛君站起来 带着一群人前出街机 凌然跟着霍丛君快步出门 默默坐着心理见识 她并没有掌握完整的急救技巧 在争分夺秒的急救中 她的任务首先是发现出血点 然后才是直血 事实上 凌然目前在急诊科里的功能很单一 除了做手术之外 她的拿手好戏就是徒手直血 平时也只用这一招配合进行抢救 此外就是青窗缝合 凌然这样的医生要是派到二亿 或以下的医院急诊科 想混出头还得费一番心思 但在云医这样的大型医院里 凌然准确的定位 却深受科室上下的赞许 云医急诊科是不需要问签尤的 他们要的是能解决问题的医生 甚至不需要一名医生能解决多少问题 只要能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好样的 行车被从直升机里飞快地拉了出来 一路走还一路地低血 看到这一幕 众人的脸色顿时就不好了 这是流了多少血啊 跟着直升机飞来的 还有永庆县医院急诊科的主任医师 此时亦是灰头土脸 输了快二十袋了 这晶体全血都输了 压迫止血的效果不大 凌然 霍从军大声地吼着 不可能完全止住的 凌然瞅了两眼 翻身上了平车 顺手解开一根手臂上的绷带 再剪开腹部缠绕的布条 将手伸过去就在外侧按压 瞬间减少了出血量 但也就仅此而已 危机并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 开腹探查 霍从军等车推入抢救室 毫不犹豫地做了决定 凌然更不会反对 病人不知道被捅了几刀 没死就算命大了 一只手是堵不住那么多伤口的 再者 徒手止血本来就是权宜之急 对方没有被戳破动脉 已经算是运气好了 但持续流血到现在 也是非常危险 再建两条静脉通路 霍从军检查了急救车上建立的 三条静脉通路 就下了命令 普通人感冒掉瓶 可以是做事建立了一条静脉通路 普通的急救病人 建立两条或三条静脉通路 也就足够了 但对大出血的病人 五条静脉通路也不一定够用 小小的平床四周 围满了医护人员 以至于病人家属都看不到他的脸 只能从周围看到 僵力破碎的颈幅的一角 以及大量的血迹和血污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三百二十九集 动脉气体分析做了没 结果出来没 血压心率控制住 CT报告呢 出来了通知我 看看能不能用血液回收机了 霍从军是急救的总负责人 并不去解决具体的用药和用量的问题 当然 他才注意听其他医生开出的用药方案和方式 但在没有错误的情况下 他就不去发表意见 霍从军关注的主要是抢救进度和总体方案 抢救是有进度的 像是动脉气体分析和CT检查 就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拿到 如果不提前安排 后面就衔接不上 医生的透视研究是影像 好的医生看CT片都能看出个七七八八来 像是出血伤 在CT等设备下更是无所遁形 只是需要安排好时间 同时要做字体书写 也就是要安排好血液回收机介入的时间 霍从军是云华乃至昌西省里 关于字体书写的倡导者 这种称谓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它还代表着霍从军熟悉字体书写 并且代表着云医急诊科有完备的相关设备 病人在救护车和直升飞机上的时候 没有条件采用字体书写 来到医院以后 再用上摆袋乃至更多的血液制品输入其体内 预后必然是一堆的麻烦 当然字体书写也不会减少太多的麻烦 但最起码不用担心血液制品用完 不过字体书写有着更多的限定要求 设备是其中之一 血液回收期采集血液 再通过单纯过滤或洗涤处理血液 然后回收到病人体内时 血液的受污染情况需要得到相当的控制 霍从军忙碌地做着这些工作 同时不断地给出了授权 赵乐义在腹部探查的过程中 清理出了大量的血泥块 杜主任亲自上阵 逐步分离了脾脏的各个韧带 显露出皮地 双重结扎后 切除了脾脏 周医生对左侧肝脏隔面的两厘米规则裂口做缝合 再用大砂垫将隔肌破口压迫 主治左梁才单独处理了骨境外 做到这一步 黄金时刻早已过去 周围的医生更是累得够呛 但是说时间的话 医生们在手术室里能坚持的时间要长得多 但在抢救过程中 众人的姿势实在是太难受了 像是凌然就不得不骑在平床上 单腿半跪 另一条腿翘着 双手或者做徒手止血 或者兼职做助手 照了一字踩上踏脚凳的那一刻起 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踏脚凳 霍从军都只有半个身子侧过来 全做指挥 也就是周医生上站得早 右边是击毙 让他的空间能大一些 但不管是大一点还是小一点 所有的人全都像是罚站一样 被罚站一个小时 还能坚持 可疲劳已是显露了出来 霍从军却不能给众人休息的时间 输了一口气 再对凌然说道 你用手探查一下肺部 看看有没有魄力 没有的话 我们就鼓肺风隔击 后一句他是对麻醉医生说的 麻醉医生答应了医生 赶紧动了起来 周医生要了七号四线 默默地等着凌然的答案 用手探查是外科医生的常用操作 在霍从军年轻的时候 更可以说是基本操作 在场的医生基本都会 周医生也不例外 但是霍从军现在更信任 凌然的徒手操作 其他医生也都没有表达反对意见 让他们找一找破口是没问题的 可要确认没有破裂 花费的时间就长了 也没有人自信能比得过凌然 凌然来到云医的时间不长 懂的技术也不多 可单论某个技术的使用 众人还是看在眼里的 像是徒手止血这种事 一般医生也都是会一些的 但真的让他们像凌然一样 做徒手止血 尤其是无数眼下的徒手止血 没人真的有信心 徒手探查也不是想象中的 那么简单 人的肺部并不是彻底光滑的 不同的肺部表面 会有不同的表现 用手探查肺部的破裂 就像是用手去摸麻将牌的表面 得专门训练 才能摸得出上面是什么 要保证准确率 更得相当的技术 不过 仍然做得了徒手止血 对组织破裂的认识 就非常清晰了 他用极快的速度查了一遍 接着又复查了一遍 没有破裂 霍丛军毫不怀疑地下令 防疫流管 股肺 患者肺部膨胀以后 刚才压迫止血状态下的隔肌 被充分地暴露出来 周医生再次上阵 用七号丝线 剑断缝合关格 霍丛军轻轻地松了一口气 如此一来 肝皮和胸部的出血就控制住了 这是人体内除了心脏之外 血弓最丰富的几个器官了 霍丛军接着想了想 带胸腔引流完成 说道 就杠时肋骨给缝起来 避世引流 凌然再查位 在这种规模的抢救中 肋骨缝合就像是 迪士尼公园里的滑滑梯一样 照了一随便给缝了缝 就将树叶给让了出来 凌然徒手探查 有一厘米长的窗口 这次是杜医生上阵 给做了内翻缝合 然后放止血纱布 喷蛋白胶 放引流管 再用盐水冲洗 霍丛军再转头问 出血怎么样 同步做监控的麻醉医生 轻轻地摇头 还有出血点 继续找 霍丛军外表冷静 内心骂娘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三百三十集 这种全身多处刀伤的病例 麻烦就麻烦在多处 有时候刀向前刺一点 就会割上一处内脏 如果只是很薄的刀尖的话 想找出血点都是麻烦 输血维持 是不能持久的 尤其是内脏大出血的情况下 不能手术止血的话 病人很快就会多器官功能不全 然后陷入越来越严重的休克 进而让所有的抢救都失去意义 霍丛军 霍丛军只能从好处想 至少不是官复以后才发现有遗漏的 否则二次剖腹探查 就更麻烦了 找得到吗 霍丛军还是首先询问凌然 右下腹部有个破洞 但应该不是 凌然翻找着 同样是一头大汗 完美级的徒手之血 也不是真能完美地解决一切出血问题啊 还要多久 霍丛军一脑门的汗水都顾不上让人擦 不知道 那前缝合刚刚发现的 霍丛军迅速做出决定 请影像科的人过来看片 只要找可能的位置 巡回护士答应了一声 向外走了几步 就将一直在看片的影像科医生找来了 然而 他也不能提供大量出血的血管位置 我再找找 凌然不会看CT 依旧只能依靠徒手之血 霍丛军皱着眉点点头 从头思考起来 姜叔叔加油 郡昭叔叔加油 几声至难的铜声从山后传来 却是不知什么时间 救护车已是将轻伤的学生老师给送了过来 学生们多是因为车辆非正常行驶而受的伤 伤得重缝了六七针 伤得轻的只是擦破皮留下了轻重 尽管如此 一群二三年级的小学生 头裹着纱布 手扎着绷带 依旧显得可怜兮兮 平日里这些小孩子若是受到这样的伤 怕是早已哭海了 今天却不知是哭够了还是怎么的 一个个都绷着小脸 在老师的约束下 点着脚 望着抢救式的方向 不知是谁起头 一个孩子突然唱起了过歌 然后所有的孩子都跟着唱了起来 孩子们的同音 平日里总是让人觉得心情愉快 但在此时此刻 却令在场众人心情沉重 江丽的家属和同事 本就紧张得要命 此时也不由起身 跟着哼唱了起来 原本就极其严肃地抢救式 此时更是遮上了一股厚重之气 大家都不懂医学 但是从医生们郑重的表情 以及漫长的时间里 众人都能看出点什么 地面上的血迹 已变成了逆滑的液体 散落的破碎的衣物 被提到了一边 密集如林的输液管 在医生们的臂弯中 荡来荡去 唯独监视器 不停地发出单调的叫声 歌声唱了一遍又一遍 孩子们的声音略显低沉 小脸仗得越来越红 护士们为难地看向护士长 不知道是否应该阻止众人 帮我擦汗 凌然将头偏了偏 以方便护士 从他的角度 正好能看到孩子们散乱的队伍 认真的表情 晶莹的泪水 江丽的未婚妻王 已哭成了泪人 持续两个小时的抢救 一包包的血带 结果近乎昭然 我要换个手套 凌然突然改变了姿势 从屏床上跳了下来 不顾众人的目光 脱下满是血污的手套丢掉 转身出门 重新洗手 在将整条胳膊都刷得干干净净之后 凌然掏出存了许久的蓝色小瓶 一口灌入 技能药剂 所有技能加一 持续两小时 凌然的眼前展示出密密麻麻的技能列表 最显眼的依旧是已掌握的技能 对接缝合 完美级 神经外膜吻合术 完美级 神经内膜吻合术 完美级 体格检查 大师级 徒手止血的后面 则是挂上了凌然从未见过的浅紫色 传奇集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